今天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 而是你不得不要 该说的我都说了 是你由言不尽 是你执迷不悟 不怪我 第一个穿女装不好看怎么办 你从哪里跌倒你就从哪里 站起来 缺的一如假发女装 化妆品该买的买 该学的学是吧 都整起来 你慢慢的就一定会好看 主要就是老生常谈的是吧 一如我应该选择大的还是小的 其实日常的话小罩杯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要拍什么私房啊写真啊 或者说一些比较性感的角色 那你就选大罩杯 还有就是假发是吧 假发我们应该怎么选 资金充足我们就买真发 资金不足的话 我们就买高温色和真发混合的这些假发 足够你的日常女装了 还有就服装的问题 服装的穿搭 如果说不会了怎么办 去看一些穿搭博主 如果说你实在不想去看的话 直接去搜女装整套穿搭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是不会搭配 也可以就是买到适合自己的女装 当你女装之后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女装也可以这么可爱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们不觉得辣眼睛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团子 那喜欢女装呢 它有好处也有坏处 那我觉得最大的好处的话 就是它可以就是让你变得漂亮啊 性感啊 或者说可爱啊 等等等等等等 男生喜欢女装 可能就是没有那种阳刚的气质 但是并不影响就是我们拥有一个男人的责任 是吧 但这里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而且喜欢女装的男生是吧 他不仅了解男生 他也可以了解女生 而且为了女装好看的话 我们还会去学习护肤呀 穿搭呀 然后等等等等的一些知识 多多少少都会让自己变得稍微精致一些 当然啦 我也是工作的一个需要 绝对不是因为穿裙子好看 穿裙子凉快 我很喜欢 但是穿女装也有不好的地方 需要经常买护肤品 然后需要买很多的服装 这个无疑呢 就增加了自己的一个开支 如果说你需要养家的话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去节制一下 第二个不好的话 我觉得就是社会上很多的人 就是会对女装的一些爱好者 然后会有一些偏见 然后甚至是谩骂和我骂 就像我前两天直播的时候是吧 就有人在直播间里面去说 反过是卖皮燕子的 做梦吧 除了义乳还有变装用品 我们这里实在是没有其他的东西卖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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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没有 义乳头套 硅胶领体衣 肌肉衣 韵度 都有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女装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刻板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一个方式 既不偷也不强 我凭自己的努力 凭我的劳动成果去做事情 我觉得我这个东西不丢人 当然碰到这样的人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办法 到不同 互相为了 天 一如只适合那些喜欢变装的爱好者们 其他的人 你没这个命 嘿嘿 我没那种命啊 轮也不会轮到我 我没那种命啊 轮也不会轮到我 爱情老是缺活我 我讲什么 其次的话 女装的话也不太方便告诉家里面的人 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 因为很容易会被误认为是变态 精神有问题 或者是招骂 这些呢都需要自己拥有极强的一个心理承受能力 当然偶尔的话也会有人怀疑你是不是发现点 也有可能这个东西会变成真的 这个就看个人怎么处理 所有的事情都有两年前变装也是一样的 不管它是好处还是坏处 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 就应该准备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况且男孩子女装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坏呢都是自己体验 好了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自己的一个心理话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